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嗨 大家好 我是隋身有色保持 那我現在要介紹一下 我們量重量怎麼量呢 我們一般克拉層的選擇上面 基本上太便宜的東西 它基本上它的數字容易飄來飄去 其實所以說你們要買的時候 記得要選擇貴一點的 當然如果說 如果你只是要隨身攜帶 然後你在交易的珠寶 也不是很會的話 那你可以買那種便宜 一百塊兩百塊那種 簡單型的就好 那像我這就蠻貴 我這就要一千 甚至有人買到一萬 假如你是大一點的公司 要買好幾萬塊的那種克拉層 是比較 這麼大一台克拉層 這麼大 嚇死人 那種的話就很精準 OK 甚至還有防風罩什麼 那至於第二個 我們要量重量 我們尺寸長寬高怎麼量 那一般上 我們也會遇到幾種情況 開水喔 好開 那基本上我畫了一些很漂亮的畫 那其實大家可以知道 其實切割珠寶 是有很多種的 那我們首先我們要量他的長寬高 我們一定要先知道 他的形狀的長寬高在哪裡 那我們一般是使用 MM也就是所謂的MINI 不是用CM 一般珠寶都很小 所以都是用MM在算 如果你是翡翠或什麼 你就是用CM在算 就會翡翠比較大嘛 那第一種圓形很簡單 它基本上我們的長就在這裡 寬呢 寬不用量為什麼 假如今天是一個正圓的RD Card Round Card 那基本上他的長寬是一樣 假如說他長是5MINI 所以我這是平面度 等一下高的話 大家自己去設想說他的屁股 他是屁股到他的頭頂 那就是他的高度 那我們平面來講 三角形或是等腰三角形 不管我們的長跟寬 就是他的這裡到這裡 寬就是這裡 那假如今天是長方形的話呢 他長就是這樣 寬就是這樣 那假如今天是這種規則型呢 寬鐵定是這樣 就是取他最大的一個距離 那高也是長就是這樣 OK 那腳尖是一個葫蘆形呢 葫蘆形一樣 長 我們都取最長的距離 最長的距離 那腰圍肚子這裡是最長 哇靠 這什麼奇怪的形狀 這是一個火蛋白 或是蛋白石的一個形狀 才是這種奇形怪狀的 很像幽靈 那這樣子的話怎麼辦呢 那一樣 用我們剛剛做法 取最長 這個是長 那寬呢 取最寬 這個 那椭圓形最簡單 就是這樣 所以這樣 你已經知道 它的長跟寬到底在哪裡了 然後我們再去使用我們的這個 量的器具 第一支 叫做電子式的 按了按就會有電子123 那第二支咧 第二支 我現在沒電了 第二支是這種 老式型的 那第三支呢 它有那種有馬錶型的 很準工業用 那第四支呢 有那種手掌型的 那不管哪一種型機 忍上大龍小儀 它都是利用它的一個 開合開合 然後去把它壓破到 納科米想量的珠寶 然後壓破到了以後 基本上這種不要太大力 因為它前面還蠻尖銳的 太大力度把門被壓破 所以說這樣我們剛才卡到為止 碰到了這樣就好 碰到了就好 那基本上這種電子式 比較不推薦 因為第一個容易沒電 第二個容易不準 第三個容易壞 敲一敲它就不準了 那這種的話 它是比較老式 但是它也是我蠻推薦的 或者是手持式的 都OK 甚至馬錶式的 有幾千塊 有日本 尤其是日本最有名 日本的又很貴 那種有馬錶式 在上面幾毫米都有寫出來 那個就很屌了 OK 那現在一般的話 它的長寬高怎麼量 基本上我們假如遇到墜子 高度怎麼量 高度它的屁股 它已經被它的墜子遮起來 根本就量不到嘛 所以高度無法測量 對不起 我們只量長寬寬而已 那比如烏魯我剛剛有講 烏魯就是這裡長到那裡寬 那像我要量長度的話 我現在給它扣起來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用0對上去的話 就差不多是3.8mm左右 3.8mm 那寬度的話 差不多2.1mm 2.2mm左右 所以你看我量的速度是很快的 我量的速度是很快 那今天珠寶也一樣 長度多少 這樣看一下 那0對上來差不多2.3mm 那這樣寬度對上來 差不多是1.6mm左右 1.6mm左右 所以說我們在量 你量久了你也會知道 那我們量這個要幹什麼 可以跟證書上面對在一起 證書假如它寫長寬高多少 你就可以去做一個比對 看你買的珠寶有沒有被賣家 騙說 東西跟證書不一樣 所以你回家可以繼續做檢驗 今天教學就到此為止 謝謝大家 我們追蹤生的友誠寶 希望我們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喔 好謝謝 哇一口氣好累喔 好掰掰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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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